司法機構已經改善處理投訴法官的投訴機制方面作出一些建議 首先我想表示我是歡迎司法機構能夠採納公眾的一些建議 就住處理投訴法官的操守行為方面作出一些改善建議 首先是歡迎司法機構願意採納公眾的建議這個態度是可取的 我也想提出這次我們見到司法機構的相關建議 也就住的方向希望可以提升相關處理投訴法官的操守行為方面的整個機制的透明度 這個透明度相信在這個機制裏面來說都是可以得到一些提升的 我也想指出這個投訴法官的操守行為的相關機制 我都很強調是必須只是聚焦處理投訴法官的操守行為 是決不影響案件的審判結果這個是非常重要的原則 這次的改善建議裏面也是繼續沿用這個原則 我也注意到這次的建議裏面特別提到設一個兩層的機制 特別在第二層的機制裏面來說就住一些具爭議性和複雜的投訴裏面來說 就會有一個新組成的投訴法官的諮詢委員會 也都有一些公眾人士會加入 作為更加可以客觀去看這個相關的投訴的處理當中有沒有出現一些問題 我相信初步看來這種建議都是可以幫助司法機構 就是維護他自身的公信力 也都是透過這個處理投訴法官的相關機制的改善之後 是更加能夠可以鞏固好移民大眾對司法機構的信心的 所以我就再三講就是我是歡迎今次司法機構提出的 這個相關的一些建議和願意採納公眾建議的態度可取 當然我們都會希望在下星期的司法事務委員會裏面來說 就住一些詳細細節的問題我們都會再垂雙當局的 我初步的回應就是這樣 我交給郭佩帆議員 謝謝 謝謝周浩鼎議員 我本人對司法機構終於積極回應 我們大眾市民和我們兩位一直在立法會裏面提出 就是要改革這個司法機構裏面處理投訴的機制 爭於司法機構作出積極回應我都是表示歡迎的 看回文件其實大家都看得到 司法機構都說過去這幾年那個投訴其實是大增的 由一百年的 他們處理了一百二十一宗去到一九年三百六十八宗 去到二零二零年五千五百五十九宗這個投訴 大家可以知道其實司法機構都是需要面對公眾的 公眾如果對法官的行為和操守 就是檢視有移民的話 其實是應該有渠道給他們作出投訴 而市民的投訴以往我們收到市民的反驗 就是投訴的渠道很艱難 都不知道怎樣才能投訴到 怎樣才能投訴可以被處理 第二就是覺得投訴的機制是很不透明 很不公開 最後也有很多結局爭議的一些對法官的行為 操守的一些投訴是由他的上級法官去處理 最後就說是不認同的 很多市民就覺得官官相偉 就覺得不公平不公正的 所以我們不斷地要求司法機構去改善他們的 處理投訴的機制 今天我們見到那個積極的回應 其實都是好事來的 首先就是見到司法機構就說 首先他們認同是需要更加高的透明度 去處理市民的投訴 所以他們這次都定了這個可以說兩層的機制 首先就是收到投訴之後 然後就去決定這些投訴個案是無聊和無理 如果不是無聊和無理的 如果是一些性質嚴重複雜和引起社會廣泛關注的一些個案 他們就會覺得可跟進的個案就會落入真正處理的制度 處理的制度分兩層 第一層就由專責的法官小組去做調查和跟進 完成報告之後就交為第二層 第二層是一個很新的提議 就是由法官和由社會人士組成的諮詢委員會 就這個投訴的處理就向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提出意見 而他們建議這個諮詢委員會就將會由這個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擔任主席 跟著就會邀請一些專業的社區 甚至公共服務方面有豐富知識和經驗的社會人士 去加入這個委員會去為他們提出這個意見 最後才交由終審法院法官去決定那個投訴 成不成立和怎樣處理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比較進步的一個提議 當然我們都會有一些問題都會繼續問的 第一就是由誰去決定 應該回頭 最早就是市民都是投訴說 投訴那個機制很難去投訴 因為是否要填他的表 還是怎樣投訴才能接受呢 我希望他們有很清晰的指引給大眾市民 例如放在他們的網站上面 是否有些表格去填那些投訴 填了那些投訴就可以收到呢 我覺得這個是第一樣 第二就是當他們收到那個投訴 是誰去決定是否屬於無聊和無理 值不值得跟進呢 我覺得需要講清楚給市民知道 可跟進之後 第一層由專責法官小組去調查 我都覺得是合理的 跟著就由會成立一個諮詢委員會 諮詢委員會的成員是由誰去委任呢 要有甚麼資格呢 身份是否公開呢 等等 我覺得都要向市民有一個清晰的交代 總而言之 我覺得是歡迎 司法機構今次作出這個 我覺得是有一個改進和進步的建議 那細節方面呢 我們會在未來的 司法事務委員會裡面呢 會進一步向司法機構去查詢 那就是希望呢 可以真的成立到一個 比較好的機制 透明度高的機制呢 是可以去給市民呢 是可以去作出這個投訴 和拿到合理的回應的 那就是我們其實一直希望提出這個 司法改革 希望司法機構去改進這些 處理投訴的機制呢 其實呢 我們的初心呢 都是希望鞏固香港那個 司法的制度 讓市民有信心 認為呢香港的司法機構和司法制度呢 都是公平公正和公道的 那我希望司法機構走這一步呢 在其他的改革方面呢 都可以逐步邁進 進一步鞏固香港的司法地位 好 那看看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是 我想問一下你自己覺得呢 其實呢 委任那些社會人士在第二層 你覺得應該由司法機構自己處理 還是政府委任 第二就是呢 這些社會人士 是否一定要無政治 或者無政黨才可以加入呢 我回答 好 我想呢 其實無論誰去委任都好 我覺得最重要都是 大家知道都是一些 有公信力的社會人士 我相信也都參考就算在其他國家 凡是這些牽涉到的委員會 例如以前我經常講的 不一定一樣相同 但你說就算英國量刑委員會 所以當局委派的一些人士 他們都是在社會上 是有一定的一些相關的經驗 他們都是非法律界人士 但是他們都是 因為他們有些相關的經驗等等 可能就會委派進去 但我認為哪個委派都不是一個問題 你問我最重要反而 就是那些人士的相關的經驗等等 要排除他們的政治觀景或藍場 最好不要是那些鮮明的政治人物 或政治藍場的人物 我想一般如果做這些委任的時候 當然都會考慮到這些觀點 但我想最重要都是 當他去做那個簡選或委任的時候 當然他是一男子的去考慮 剛才你講的東西 我相信他們相關當局都應該會考慮到 就是這樣 看大家講的問題 之前你們說的法官投訴機構 可能已經落實了 即有機會再改善 其他一些你們的建議 兩營委員會那些都會繼續爭取 我講了一句話 你可以補充 我們過去都對於整個司法機構的 一些其他的改善建議 包括你說兩營委員會 剛才提到的這些建議 我們都會繼續去積極跟進 我們都希望繼續提出這些建議 亦都爭取他們 看看可不可以考慮去採納我們的想法 我想整個司法改革 當然不單單只是一個所謂處理法官投訴機制 還有其他的範圍 那怕不怕有人說 你一說政府就做的 怕不怕被人覺得是施壓的 他真的聽完的地方 我又不覺得 我回應一下 我又不覺得 第一這個其實都不是政府做的 是司法機構自己提出的一個改善建議 也是終審法院大法官 早前自己在演講裏面都說了會做的 反而我就覺得 講完之後真的有做 市民是樂見的 是否好過講了不做 所以這個不是政府的官員 又或者任何一個政府的人員 是要逼他們做的 我覺得壓力這件事就見仁見智 因為事實如果你看到2020年 他們自己處理的5559宗投訴 本身我相信的壓力是來自社會大眾 並非來自政黨中人或者我們 我們是為市民發聲 我們是代議事 市民有這樣的訴求 有這樣的聲音 社會大眾也都關注 我們當然是有責任在議會裏面 以及在不同的場合裏面 都反映市民的意見 回應回到剛才那個關於 第二層諮詢委員會的組成 現在就為由法官和社會人士組成 當然我就會希望不是由法官 Dominay 由法官 大部分都是法官 我希望有少許的社會人士做點絕 我希望真的有一個平衡的人數 可以客觀地去處理這些投訴 另外我亦都認為社會人士 希望是一些有公信力的 不是一些退休的法官 或者是法律界中人 另外我都認為少些政黨的背景 或者是政治色彩的人物 會比較有中立和有公信力 想問回司法機構提供的案件 有沒有交代 第二層的機制 就是說可以跟進一些處理員的投訴 到最後的意見 有否有甚麼作用 會不會有選擇力 令到主事法官以後會再審陌些的案件 司法機構公司有否加上 複製法機構公司 我初步看文件沒有講到這麼細節 不過我都強調 如果我初步看文件 你看到第二層 其實都是一個投訴法官諮詢委員會 其實都是advisory committee 你都看到英文都是一個建議的作用 他都是建議給中審法院首席法官去作考慮 所以我想無論他在整個投訴的機制 我看到文件所說 整個投訴的過程他都會看有沒有出現一些問題等等 然後他整合了一些意見 交給中審法院的首席法官去考慮 我覺得他更加… 其實這種做法都是合適的 因為他看了之後 他會有一個專業的建議 給中審法院的首席法官 作為司法機構的額頭 總負責人 去做一個最後的決定 我都覺得這樣的一個安排 初步看來都是合適的 好 看看大家有沒有問題 沒有 多謝大家 謝謝 謝謝